是那天晚上啊,还有就是2011年,我说了两次事件,第一个是什么呢,什么时候,第一个说的是7月23号晚上,今年2017年,还有一次是10月份,2011年10月的时候,大概10月15号,16号晚上,大概是过了星期六进入星期天早上, 我打电话找警察呢,然后呢,报告这个,跟他们说这个,我这个,一个,一个前家给偷掉了,所以呢,警察来了以后,最后也是,最后也是同样的方法,突然把我电话夺下,不让我打电话找任何人,把我电话夺下,然后又把我靠起来,把我放在车后面等了好长时间啊, 然后呢,大概等了40分钟到一个小时,40分钟左右,我要把我带到一个临时的这个,什么呢,临时的一个,一个地方,不让我,把我,把我,把我突然关到门里面,我就跟他,我关到门里面,我还跟他说,我说,嘿,你把我带到这儿是非法的, 然后呢,还有点吃惊,听我这么一说,进去以后,我也给当时的工作人员里面工作人员,说你们这样,你们首先带我来是非法的,你们把我扣留在这儿也是非法的,但是我也不能跟他们打起来冲出去,知道不,这种情况, 所以完全是毫无道理的,错误的限制,我的人身自由,剥夺我的人身自由和行动自由,完全是那天,那次事件,2011年10月份的事件,和这次2017年7月23号一周前的事件是一样的,基本上发生的一样的,是一种一样的情况, 都是警察,无端的,剥夺和限制我的人身自由和行动自由,无端的,没有必要的,没有道理的,扣留我一段时间,发生这种事情,那到早上,这个7月23号这次,2017年7月23号这次,早上到了大概五六点,东海岸大概六点了,这边五点多以后, 东海岸六点多以后,大概才有注意我的人,关心我的人发现,怎么接,接送,接日送,怎么给,突然给扣押起来了,才可能跟警方联系啊,的那个,然后到快到六点,五点多的时候,快到六点的时候,我在被告知里面的人才有一个人跟我说,那个时候我被关在铁门里面,有一个人在跟我说,我说我要去跟,找人谈啊,我要跟那个朋友同学, 我要跟律师说,我跟朋友,我认识的人说话,然后呢,他说,啊,你呢,我 我要fixing,你 are fixed,you are fixed to be released or something, 当然我一听我就不再要求再打电话出去了 那我还要求打电话找人 当时一听他说马上要放我 然后怎么样 fix to release release to be released 我当时我就坐在那里喘一口气 他回想这个经历 整个从那个凌晨跟警察接触的过程中 到那个时候被告知 我马上要被释放 那个时候 我整个就 我觉得我根本 我根本就没做什么 会值得有这种经历 是不是 我根本就没做什么事情 怎么会有这种经历 完全没有道理 完全没有道理 完全错误的对我的 完全是对我错误的这种行动 所以啊 以后 就是我希望 我跟你们接触 还有就是 必须出庭啊 作为这个 defendant 我都要 我都要 这种基本人权 这种基本人权就是我要 有一个录像copy 我自己要有一个录像copy 你要是有第三方公正人啊 或者是各种不同的人各种不同的方面 他那个录像能够最后送我一份也可以 但是我如果不 我应该有自己的一个copy 让我自己录下来 这个是怎么回事 不管是出庭啊 或作证啊 或者是怎么样的 我要有我书发言的一个copy 因为我事情过后 我都记不住细节有些 嗯 是怎么回事 现在是2017年7月24号 7月31号 7月31号 早上的时候 凌晨 星期 是不是星期天早上凌晨 我看一看是怎么回事 我记不住时间了 这个 星期天早上 好像是 现在是 星期天是星期一 星期一 星期天 现在是 July 31st Monday morning How come it's Monday morning already I think it's still Sunday Sunday morning It's Monday morning 1.33 In the morning 1.33 in the morning On Sunday July 31st Yeah That time